陈起雾矮 一行人由虎头成南门骑马而出 然后分道扬镳 起伏龙冠换了身北梁青旗的甲咒刀弩 同时也拿到一份崭新护蝶 名字也改成起伏龙冠 从今天起他就是北梁边军议员了 出城时 判出北莽的年轻人总是时不时去抚摸几下腰间梁刀 北梁战刀 号称豪壮徐样 意味着当时战刀铸造 都要以徐家战刀作为样式 起伏龙冠清楚这把战刀要是在王庭那边售卖 没有五百两银子根本就别想拿下 而且有价无事 无数皇室成员和草原CT都以能够收藏齐全徐样梁刀为荣 穷酸惯了的起伏龙冠拥有这么一把刀 腰杆都值了几分 总觉得自己如今也算腰缠万贯的有钱人了 但是有个秘密 比梁刀轻弩和户籍身份更让年轻骑士感到狂喜 那位北梁王传授了他一部无名刀谱和一套武当心法 起伏龙冠此时豪情万丈 也心甘情愿为年轻新梁王去杀场搏杀 他遵循北梁王的命令 护送红艳郡主前往刘州 只要把这个姓耶律的娘们丢到边境上就可以不用再管 到时候他能够直接投奔龙象军 这之后在梁莽战事中是死是活 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耶律红才犹豫了一下 拨转马头 快马加鞭 追上徐凤年后停马拦路 沉声道 你就这么把我放回北莽 徐凤年笑道 要不然 让玉禅周池杰另拿一座金山银山来赎你 就算你爹肯出钱 你也注定没办法活着回去 一个正儿八经的郡主给北梁抓住当俘虏 耶律家族恐怕丢不起这个面子 耶律红才欲言又止 徐凤年摆摆手道 你的死活无关大局 你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耶律红才玩味笑道 我本来想透露一些北莽大军动向给你的 既然你不想听我的推算和猜测 那就算了 徐凤年仍是没有半点好奇 淡然道 继续拦着路 就不怕我反悔 这位雕妇俄女子眯起眼 面沉如水 狠狠摔了一下马鞭 跟这个面目可憎的家伙擦肩而过 徐凤年与淡台平静继续上路前往淮阳关 看到这位炼气式宗师的询问视线 徐凤年轻声笑道 以耶律红才的心机心地 不能奢望他说什么实话 说不定还会谎报军情因我一次 与其被他的言语折腾得疑神疑鬼 还不如干脆不听 淡台平静微笑道 直觉告诉我这女子一旦开口 会是实话 徐凤年自嘲一句听上去好像亏大了 但是没有因此喊回那位兴许是偶尔菩萨心肠一次的红艳郡主 淡台平静笑了笑 不再说话 她身材高大 百岁高龄却童言永住 又身着一身雪白衣上 当她纵马驰骋时 衣媚飘摇 就如一朵硕大白莲绽放在大漠之上 此时此景 当得惊为天人的说法 两人沉默片刻后 淡台平静突然好奇问道 北莽对于打西线的北梁 还是黎阳王朝的东线 争论很大 如果不是出自齐剑岳府的那位神秘帝师 和新任南院大王董卓两人都执意要先下北梁 恐怕现在就是你们北梁看顾建堂的笑话了 除此之外 绝大多数的北莽大将军和池杰令 以及草原上势力最大的那些西梯 都认为去打东线更划算 毕竟打垮两辽防线 就可以直逼泰安城 甚至有望能够与西楚在广陵道的富国遥乡呼应 使得黎阳大军疲于奔命 并且尾不能呼应 两朝此消彼长 为何北莽女帝会力排众议 答应那两人跟北梁死磕 这不正中赵家皇帝屈狼吞虎的下怀吗 何况 哪怕打下了北梁 依旧有陈之暴的西蜀作为缓冲 徐凤年笑着打断弹台平静的言语 很简单 北莽可以轻力攻打北梁 却绝对不敢这么一股脑杀去黎阳东线 因为他们根本不敢把屁股录给北梁30万边军 身经百战的北梁骑军 不但拥有无与伦比的机动性 而且对大漠地势和长途奔袭无比熟人 北梁赶拿20万兵马去跟顾建堂对坐着饮酒吃肉喝茶赏月 若是换成北梁 早就吃的骨头都不剩了 然后大摇大摆长驱直入 整个南朝都得遭殃 不是那位太平令和董胖子不知道黎阳朝廷的小算盘 而是他们没得选 不一口气吃掉北梁 去打那条看似却简单实则经由张巨路 顾建堂和陈之暴先后三人经营的东线 那北梁就等于是跟黎阳消耗国力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 澹台平静恍然 点点头接口道 明白了 只要北梁铁骑一天在西北带着 那就意味着黎阳王朝哪怕丢掉了东线 甚至是导致泰安城被困 但是依然掌握着足以改变僵局的主动权 但是如果北梁一举成功打掉北梁 主动权就换到了北梁女帝手中 尤其是被称为雄冠天下的北梁铁骑全军覆灭 不管中原百姓如何恶赶北梁徐家 他们的魂都已经丢了一半 连北梁也挡不住北莽南下的铁骑 那么谁挡得住 徐凤年感慨道 张巨路掌权以来 对西北边关军务算不上有多支持 可也从未太过彻肘 这也是府大人的利害之处 看似清静无为 有纵容北梁洋虎为患的嫌疑 其实是帮黎阳照市赢得坐山观虎斗的一天 澹台平静望向东方太安城 尼南道 赵家天子在家国之间已经做出了取舍 黎阳自杀其路 徐凤年冷笑道 所以朝廷等到了好戏开幕 最大的幕后功臣却看不到这一天了 还不是怕新皇帝压不住老府 怕太多寒门鲤鱼跳过了龙门 当这些野里基深庙堂逐渐抱团后 那可都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家伙 死便死了 反正截然一身 不像豪华出身的是家子 还得为身后庞大家族利益考虑 就算这波还是十人中有大半贪恋穿上靴子的富贵感觉 但只要有两三人不服管束 敢硬着脖子跟皇帝作对 成天为民请命 那就够家天下的赵氏皇帝吃一大壶的了 下一个坐龙椅的赵传 既没有先帝一统中原的军功 也没有当今天子制衡弹压徐霄 张巨鹿和顾建堂这些文武百官整整二十年的资历 赵传的这个爹不再临死闭眼前做点什么 如何放心把整个天下交给赵传 于是苦心机滤请了各半劫 身子已经在黄土里的齐阳龙来做帝师 等到老家伙稳住了朝局 差不多也就老死了 到时候赵传也已经羽翼丰满 藩王和武将也都被削了兵权 加上有一茂春这些根基不够深厚的清香辅佐 再用大举提拔毫伐王孙来制衡前者 都不用像当今天子那么勤勉 叔叔福福躺着当皇帝就是了 有些时候想想那位碧眼儿 真是替他感到不值 谭台平静叹息一声 徐凤年自嘲道 就是不知道府大人会不会替北梁感到不值 谭台平静笑问道 有怨气 徐凤年呼出一口气 沉声道 老子怨气大了 谭台平静说道 正好被莽撞到了北梁刀尖上 徐凤年看了眼天色 也许今年的大雪 盖不住雪了 淮阳关内那座北梁都护府 依旧简陋的不像话 这让淮阳校尉黄来福很是忐忑 虽然称不上寝食难安 可每次去都护大人那里参与军机事务 都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一些个香蕉莫逆的将校就他妈喜欢拿这个破烂事来赐他几句 说什么他黄来福如今扬眉吐气啊 住着的地方比楚都护还气派 就是可惜王爷没弄个将军给他 否则就真是名副其实的大人物了 黄来福对此连还嘴的机会都没有 只能认命 久而久之 他就成了梁州北县边关的头号大笑话 不过随着边境上大战在即的气氛越来越浓重 这些无伤大雅的调侃也就很快消散一空 今天黄来福例行攻势前往都护府 最近几位大帅统领都在府上 群策群力 一起讨论北莽的兵力部署和主攻方向 黄来福是个会打仗但不擅长动嘴皮子的粗人 插不上嘴 但听着那些老将军大统领的争执 就觉得很舒坦 觉得只要有他们坐镇边关指挥调度 别说如今北梁边军兵抢马撞并且毫无损 就是最前头的那座虎头城不小心丢了 让他黄来福去抢回来 那也绝对没二话 当今天黄来福走入都护府 那个挂满大小形式图的大唐 明显察觉到一些异样 大唐中央摆放有一张长达六丈的巨大黄梨木几岸 在几岸两侧多了许多张新鲜面孔 布军统帅燕文鸾 这位春秋老将应该是第一次立临淮阳关 其军统领袁左宗也到了 而且顾大祖周康和众呼陈云锤 四位新老副帅也破天荒凑齐了 大将军一子之一的齐当国 新任白羽齐主将 也站在一侧 幽州刺史胡逵和幽州将军黄斧平 并肩站在偏一些的位置 而才从幽州刺史升迁高半阶的梁州刺史王培芳 战战兢兢 这位可谓功成名就的北梁读书人 孤苦伶仃站在了最偏僻的角落 显然在这种场合 其他任何一位披甲将领放个屁 都要比比他这个文官扯开嗓子喊话更有用 但是最让黄来福感到震惊的一个人物 是二郡主徐卫雄 他坐在轮椅上 双手食指交错 紧紧盯着桌上的那幅边关形式图 北梁都户大人一手拖着焰一手提笔 焰中默示赤默 楚禄山站在徐卫雄身边 弯腰在地图上画出一条条红线 不断轻声说话 黄来福捏手捏脚凑近过去 极岸两侧早早站了二十几人 他只能见缝插针找了个位置 刚好听到楚禄山低声说道 先前我们有一标游奴手插入了孤赛州腹地 现柳归大军已经开拔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 是奔着刘州去的 除了柳归这支三万精兵 还有瓦筑君子馆在内偏南四座军阵也倾巢而出 老牌龙关几大贵族也掏牢底掏出了三万部族 还有孤赛周池杰令的八千枪齐亲军需要注意 加在一起 这十万人兵力都赶往了如今的刘州州城 青苍城 楚禄山用朱笔在地图上的青苍城以北某地 点了一点 龙关贵族的那三万部族用作工程主力 这一点是明摆着的 然后在青苍城和林瑶军阵之间轻轻抹了一笔 不出意外 会是那八千枪齐在此守朱带兔 用以牵制刘州西县援军的解围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逃 枪齐别的本事没有 跑路的本事第一流 十几年前 我早就领教过了 屋内朱江会心一笑 当年第一场黎阳北莽大战 世人皆知在那场硝烟中大放光彩的楚禄山 有两个遗憾 一个是没载掉同事胖子的董卓 再有一个就是竟然没能追杀掉那只溃败枪旗 楚禄山比肩转移 在梁州和刘州青苍城之间重重划出一条线 作为主力的柳规大军 应该会穿插到此处 徐卫雄皱着眉头 听到这里后直接打断楚禄山的言语 难道只是一位退守 任由柳规在刘州境内渗透 就算刘州只有三万龙象军 也完全不用如此被动 双手附后的顾大组弯腰看着地图 也缓缓开口说道 若说梁州幽州边境可以等 刘州确实没有这个必要 三万龙象军只要找到柳规大军主力 一举击溃 其余那些散兵游泳不足为惧 战之国门外 北梁有这个能耐 其军副统领和仲乎开口说道 别看柳规那边人数占优 就这么点兵力还真不够塞牙缝的 就算董卓有后手 可按照他们当前的部署 两天站马角力的距离 收尸都来不及 楚禄山伸出两根手指 捏了捏那星红笔尖 置若罔纹 只是凝视着尽染些许墨汁的手指头 平静到鱼耳太小 钓不起大鱼 楚禄山突然笑出声 在寂静无声的屋内显得格外醒目 只听这位都护大人伸出拇指 十指黏在一起 抬手笑道 咱们北梁铁记太强大了 总要给对手这么一丁点耳的念想才行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